清晨五點多行駛在國道上 車身突然不正常震動 放大畫面滑上紅圈 原來前方掉落鋼筋 讓後方駕駛閃避不及 當場捏了過去 整車鋼筋怎麼會突然散落一地 害得後方車輛有的擋風玻璃碎裂 有的輪胎爆胎 釀成車禍意外 事發後大貨車趕緊下國道 就在路邊檢時掉落鋼筋 原來這起意外 是一名50歲的陽性駕駛 從桃園觀音出發 在國道一號北上24.8公里處 已私沒有把後車貨物綁牢 導致鋼筋掉了下來 造成後方兩大車 七小車無辜 受到波及 開車上路如果沒有將貨物 好好固定住 根據道交法第30條 如果駕駛所在的貨物 有發生滲漏 肥散還有氣味二臭等情況 最高可以儲一萬八千元 類似意外也發生在上個月中 一名劉老師行駛在台88線 沒想到對象車道突然飛來 一塊鐵片直接砸中擋風玻璃 導致劉老師當場死亡 一般底盤跟輪胎都會有影響 當然壓過去了看它 它是平的 還是它就有尖的東西 那尖的可能我們的輪胎會破掉 專家強調如果國道上出現異物 車輛應該減速通過 或是慢慢變換車道 才不會避免後方來車追撞 只是國道上突然出現鋼筋 以及讓駕駛人飽受驚嚇 今新聞專欄何孟哲採訪報導